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每个人在为人处事的时候 都会碰见形形色色的人 但是有这三种人的忙咱们是不能棒的 棒了别人说我们是傻子 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会吃亏的 到底是哪三种人呢 咱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大爷 你吃饭了吗 吃饭了 你老人有多大了 七十了 七十岁了 都还不嫌很大的 我觉得 还不嫌很大 你有几个孩子 两 两男孩子 一个女孩 一个贵人一个二 这好名人呢 对 你说大爷 你说就是你看你老人家都气死了 就你的事也不用做是吧 人家都说有这三种人的忙咱不能帮 帮了对咱们好处还容易吃亏 别人把他当啥子 就是都是有那样的人 就是说咱不能帮他的忙 这样人性贱 性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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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能给你们的 他不能说 他都容易了 说 哦 解出来了 能解出来了 嗯那是 就是说这种性贱的人咱不给他帮忙是吧 就是说就是性贱的人是不是给人家粗暴差不多 啊 嗯 就是 Total 就是恩娘粗暴的 就是恩娘粗暴的人 哦 像长的人不能给他夺懒懒 你夺懒懒 你给他对得好的他可能有点什么事情要先开你 对 永浪的人也 也有 很多了 很多了 哈哈哈哈 就是还有什么样的人咱就说是家也不能帮他的嘛 你还有什么样的人 他帮你上的 肩子 肩子 我一好了 我 哦 喂好等于在喂饿 就是说这样的人看不起你 又瞧不起人的人 是吧 是这个意思你说的 他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这么瞧不起人 哪给他帮忙他也瞧不起咱 那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觉得是霸解他吧 人家弄兴 哦 人家弄兴 哦 意思是人家弄兴 我这样给他帮个忙 他少来半夜的 是那个意思 哦 就是说 人家弄兴不能给他帮忙 还有当母中人 看不起人的人 也不给他帮忙 就是那两种人 还有就是别的吗 说话不算话 他脱脱了 那的人也不给他帮忙 不能帮忙 要有帮忙就不能帮 说话不算话 你给他干了这个事 他偏说这个事不能干 是吧 他叫什么来 倒打一怕是吧 是这样说的吧 是真的 哦 就这三种人是吧 大爷 就是说是有党的人 咱尽量就是不去绑他们 绑着别把咱当傻子看 咱也不想吃那个块 是这个意思吧 大爷 是 从我刚才和大爷的交谈了解到 在为人厨师当中 有这三种人的忙是不能帮的 一是恩将仇报的人 二是目中无人的人 三就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帮了他们 别人会说我们是傻子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